下面来看一下莫佛罗雷菜单与公一条 莫佛罗雷菜单它包括主菜单 主菜单就是最上面一排 和上下文菜单 那么上下文菜单 是需要通过右键集合弹出式的菜单 在不同的位置点右键 使弹出来的菜单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未来用户的一个操作更为快捷和方便 莫佛罗把一些常用的命令 做成图标的形式 然后集合在一起 这就是所谓的工具条 就是执行一项任务的图标按钮组 工具条的外观 可以是屏的图标 也可以是大图标 那么在自定义工具栏这里设定的 可以设定的 自定义工具栏的话是根据用户的需要 将一些常用的命令 拖动到攻击条里面去 或者从攻击条上面移出一些不常用的 那么当鼓标放在每一个攻击按钮的时候 它会出来一个注释 那么这个注释的话是解释这个按钮是来做什么用的 另外Mofo将最常用的工具做了一个集合 放在面板里边 也就是一个工具箱的集合 包括创建节点 创建曲线 创建区域 诊断 诊断 平移旋转 创建三角形 柱体 网格节点的工具 以网格边的修复工具 网格诊断等等 那么这里的工具箱可以通过快捷方式来快速的切换 前提是你必须要进入工具箱里的某一个操作 当我们进行一项分析工作的时候 不论是在模型的前处理准备阶段还是分析结果的一个查看阶段 始终要对模型进行一些拼一缩放显短等操作 那么当没有刻意去定义鼠标的操作的时候 是可以通过查看器上面的一系列图标来完成这些动作 默认状态下是处于显折状态的 在显折状态下 光标是一个箭头加一个十字架 显转模型 光标就变成了一个显转的一个图示 平移变成了一个手 局部放大缩小 动态放大 重定模型中心 返回上一个使徒 进入下一个使徒 在查看器上面还有一个最常用的 攻击按钮 就是测量按钮 通过它我们可以快捷方便的测量 到模型的尺寸 以及点与点之间的距离 测量的时候 首先选择起始点 然后它会自动捕捉点 并把点的坐标记录在起始的区域 其次选择结束点 它会自动捕捕捉这个点 然后求出它的距离 并且把这个距离在XYZ三个方向的 使量计算出来 另外在建模菜单下面 还有一个最常用的命令是查询实体 通过这个命令 我们可以查询 模型中某一个网格 它所在的图层 以及网格的厚度 网格的节点 那么在下面的选项的话 我们可以将查询的结果 放在一个诊断层里面 你每点取一个实体的时候 就会出来实体的编号 以及所在的层 那么我们也可以手工输入实体的编号 来查询实体的位置 T123 然后显重将结果置于诊断层里 显示 那么它软件会自动的创建一个查询的实体 这个层 那么我们点击右键 隐藏其他层 这个时候的话 就方便我们找到所需要查询的实体 谢谢大家